市長有前提到任務局副局長楊智洪丁朗 做那種一隻黑民六杯的榜山 歡迎他每年又回來台南渡舊 這隻黑民六杯在三月中 讓民眾發現腳步到胸 讓人送去動物便宜 後來又裝上動物風雨術療養 市府農業局在四車押心董事務局局 古板 黃桑 黑民六杯多冬 來賓重度平大陸台南 日本 韓國 中國大陸 鄉親黑民六杯回到高雄 我們當然是要讓國際社會知道 台南市是一個生態的城市 我們這裡總共有一千多隻的黑民皮鹿 連續八年我們的黑民皮鹿在台南都超過一千隻 那今年就是我剛剛跟各位報告的 一千六百五十九隻這麼多 讓全世界的人知道台南市是有好山好水 是有國際級的濕地 是一個生態的城市 那第二個呢 也讓國際知道 台南市的市民是一個進步觀念的市民 對這個鳥類 黑民皮鹿或是其他保育類動物的保護 是不予餘力的 我覺得讓大家知道台南市市民是一個進步的市民 我覺得這個意義也非常重大 那第三個呢 其實我們保護的不是這一千多隻的黑民皮鹿而已 就受益的不是黑民皮鹿而已 而是我們希望藉由保育的工作把這個教育傳承下去 像今天我們辦的寫生比賽 不僅僅是政府官員 議會議員 也不僅僅是志工大人過來 連家屬小朋友都一起來 那這個無形當中我們自然而然 那我們就會把這個保育的這個姿勢 能夠傳傳給我們的下一代 那這樣的話呢 最後就可以生生不息了 現場營養骨盤 圍圖比賽 很多家長帶著小朋友作為圍圖 相當勞力